联邦司法部长拉梅提表示 如果针对灰省政府细续法案的法律挑战 数据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话 联邦政府将会加入诉讼 社论申报道 拉梅提今天在满地河 就灰省上诉法院审理的细续法案诉讼 发表看法 他指如果这种法律诉讼 被上诉至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话 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联邦政府将会加入对该法案的法律挑战 灰省高等法院在去年4月裁定 维持细续法案大部分内容 但就废除了和英语教育局的相关内容 以及废除禁止灰省省议会人员 佩戴面罩的内容 但就遭到灰省政府和反对法案人士不满 并且双双上诉至到灰省上诉法院 这个被称为21号法案的细续法案 包括禁止教师、法官和警员等公职人员 在工作期间 佩戴任何有宗教象征的饰物 灰省省长立高认为 现时灰省上诉法院正在审理 批评司法部长拉姆提的言论并不合理 欠缺尊重 我给你接下了一个评则 这有点灰省的时间 我去拍摄了个评则